那個有一些地方我們還不懂 可是我還沒讀完 我讀完就跟你講 那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就把它當成影子 那他是我們之所以之前要求那些 皮熱的那些東西 還有壓縮率的那些東西 是因為他是唯一可以被實驗掛斷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關聯函數 跟這些東西去扯上關系武餐了 用實驗去驗證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對這個 分免對那個包審的話 我們也可以也可以取一個最簡單的 好就是這個phi 就是我們對分免來說 他每一個每一個能界他只能 他只能 他只能那個 只能只能塞一個例子 可是對那個包審來說 對包審來說那個 每一個能界都可以塞很多例子 所以說你這個時候你的phi的那個定義 也要有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假設每一個能界 每一個第二個能界 第二個能界有跟他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總是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喂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好 所以說那個 如果能溫度夠低的話 他全部都會掉機態進去 這就叫波瑟愛因斯坦 波瑟愛因斯坦凝結 波瑟愛因斯坦凝結 好 所以這個 他全部都掉到這個 零零 就掉到那個 關節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 有點像巨大的例子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理想上的波瑟愛因斯坦凝結 那可是他當然會有一個界限 就像超島有一個界限 我們之前講那個超島 超島它是怎樣 超島它有一個 超島它有一個 一拜長度 好 好 迪拜長度 是 他那個磁場是可以多侵入 他有那個 麥斯坦的效應 那麥斯坦 他麥斯坦的效應 他是會主打那個磁場進去 因為他會有感生電流 他感生電流 會產生那個磁場 把外面那個外加磁場抵消 所以如果你把它 在那個 這個迪拜長度 這個LV 好 那磁場的就會長這樣 這是外加磁場 然後他會DK DK到幾乎沒有 那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你的DK 但是如果你那個磁場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的話 他會 迪拜長度會逐漸的 逐漸的這個 往內 那個 他那個磁場會逐漸的入侵 所以 所以這個 如果他超過整個超島 超島的寬度的話 那就不會是超島 所以這是一個相變過程 磁場太強了 它是一個相變 然後 如果那個 就一定像那個 就像磁鐵啊 磁場太強 它會是一個相變 然後那個 然後溫度太強的話 它也會 溫度太高 它也會相變 所以 它那個圖大概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 這個是超島 然後 然後 所以對這個 超流呢 超流和超島 都是必須要跟 波射值的性質有關 你說 超島 不是 不是電子嗎 那電子它形成 庫波配爾 只有在能量 如果說它這個形成 庫波配爾可以 庫波配爾基本上 就很像波射值 它是兩個 自選 是二分子 所以可以猜想 它就是一個波射值 好 我們可以 其實跟我們可以嚴謹的證明 數量 配名字 合成了它 會變成一個波射值 完全平衡 它下去討論 意思是說呢 它可能是 它最終 它這樣子系統 所以它也要是疊加碳 可是在疊加碳之中 有一個機率是特別特別大的 就是滿足古典波茲曼 豐富的那個碳 這個時候 我們才是 就是 你的機率 P of 1 會正比於 正比於 你的Explanation Beta 1 那 那所以說 你那個 你還歸易化 所以再把它弄成Z 這個機率 就會等於這個 然後 然後Z就是等於Sigma 所有的 βE 那 現在這個操流 它 雖然它為什麼不會有主力 因為它整個就是 它不會有內部的主力 因為它內部都 變成一個單一的東西 那它為什麼會往上爬 它為什麼會爬到那個氣壁上面去 它是想爬出去 為什麼它一團那個 操流會想爬出去 因為外面能量比較低啊 因為它跟那個 它跟那個 氣壁之間有毛細線線 可是 毛細線線線 並不能夠 確保說 它是 往哪個方向爬 所以 雖然我知道是毛細線線 可是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想要往外爬 所以 唯一讓它晚上外爬 就是毛細線線 那 平常 那為什麼平常的葉底 不會往上爬外 然後操流會往外爬 操流 操流 如果你那杯子 無限深的話 它應該會跑不出去 它跑不出去 它跑不出去 跑不出去 它可能會爬的過程中 有一點點損耗 如果它要損耗的話 它那個位能會越來越高 所以一定要從某個地方去抓它的能量 它那個能量 可能就是操流的平均動 所以 所以它 夠高它當然也跑不出去 可是它為什麼會晚上爬 這個我們以後再想好了 反正 而且為什麼 為什麼操流會爬 然後普通葉底不會爬 反正是 但是 其實操流 如果你考慮它內部的流體體血 它其實比普通流體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黏性 那黏性的湯可以抓掉 所以 所以那個操流的話 其實它流體體血法會更簡單 當然如果你考慮量子效應 可能會有其他的效應 這我們就不知道 好 那這個 像操導它會有Voltix 第二型它會有Voltix 第一型和第二型的差別 就是第一型那個 第一型的話 它那個會主看能量 然後第二型也會主看 會主看磁場 那第二型會主看 可是主看的效果比較差 主看效果不一樣 然後它會有那個中間湯 然後會形成Voltix 那Voltix本身又會動來動去 互相推擠 那如果Voltix它雖然會互相推擠 可是Voltix也會形成金格 這個超有趣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要求的這個 好 那我們要求的什麼 我們首先要求那個 粒子能量的 粒子密度 那粒子密度怎麼怎麼定義 粒子密度算符 N怎麼定義 如果你想的話 它應該會類似於這個 Number Albert 所以應該會這樣 沒有 然後 A這個會掉誰 A這個會掉分號N加1 然後這個會掉分號N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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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Albert的話 要先掉分號N 所以應該是 A這個放在 這裡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Number Albert 它可以看成是 在那一個點的 那個粒子密度 那這個 你把它改成算符 所以它就先這樣 好 它用賽 那我們就用賽 好 那我們把它包成 我們就可以找到 所以粒子密度是長這樣呢 粒子密度是長 這個 那 你可以想見 你可以猜一下 最後粒子密度是做什麼 好 所以 我們要求的就是 Average of 然後 然後 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 現在沒有任何外能 沒有任何外能 沒有任何外場 所以你猜一下 它會是什麼 沒有任何外場 我猜 它跟X的Dependence 沒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先把它用那個 任何一個機體 我們就用動量機體 好 所以 它就變成 這個Sigma Sigma P Sigma P5 然後 這個 5的定義是 這個 5x 然後 A 這個 5 然後 Sigma 這個 這個是5 這個定義 好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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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5 5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 是不是一定需要這個 是不是一定需要這個 好 那現在 既然它這麼做 我們就這麼做 那 5是什麼 5是首先你要把它歸易化 然後 exponential 然後 ipx 可是 ipx 不會滿足那個邊界條件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一下 然後 它會有很多 它那個p會決定它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p 是等於這個 ih bar 是等於 h bar 所以 我們不要用p 我們就用k好 因為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 那個h bar 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要改一下k k' k' 然後這邊是k' 然後 這個是k 好 所以說我們要有週期信電的條件 週期信電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當x帶入l的時候 它要是nπ 所以 這個 kl 等於nπ 所以l等於這個nπ 除於l 這樣對嗎 這樣好像不太對 因為它要是0就好 所以n除於2m 這樣對嗎 對不對 要是2π 所以2π除於l 但是 要是2nπ 這樣才會有週期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寫成k的 kn 等於這個 然後 然後 然後現在每個都跟k有關 所以這個k 就等於 這個n 乘以nπ 除以l 所以 你可以寫成 這個 這個 π除以l 然後再除以 這乘以x 好 但是這個其實呢 我們不需要這麼做 首先你那個k 和k' 如果是廢米子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 如果是廢米子的話 你會覺得說 他 他那個每個k都只能 這樣一個例子 所以 所以他 只會 他會出現delta k' 當然 你可以要考慮自選 所以 所以那個 它變成delta k' 是對分別的 那對Boson 就沒有這種限制 對不對 那對Boson的話 這個會掉出 這個的話 當兩個k不等於k'的時候 它會是0 為什麼 你可以解釋一下 if k不等於k' 你要物理上還是 那個 那個數學上的 都可以啊 但是一定要用這個file的性質 如果 如果這兩個 不一樣的話一定是0 為什麼 因為你 這個可以丟到後面去 這個可以丟到前面去 你一定要左右兩邊數字 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 右邊減少一個的話 那 左邊也要減少 它才做得上 嗯 所以 反正 就是它 它如果沒有 這增加減少沒有 的數量沒有一樣 它就會 它那Basis就會 就會是 它就會增交 所以 所以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其中 k和k'其中一個 把它 弄掉 所以就變成 k sigma 然後 5 bar k sigma 然後5 bar k sigma 然後a那一個 然後也都是k sigma 然後average 然後這樣就等於sigma number of k sigma 所以就等於總例子數目 總例子數目 然後 因為你有 歸一化 歸一化 歸一化是來自於什麼 歸一化是來自於這個 exponential exponential的話 因為你k等於k' 所以 它就等於1 所以這個就等到 根號v1分之square 你左右各有一個 根號v1分之一 這就變成v1分之這個 就變成這個 然後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number density 所以 不管在每一個 位置 它的number density 都是constant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 所以跟fame子一樣 可是 小小地方不一樣 是每一個能接 可以殺很多個例子 所以說你加起來的時候 你要小心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 對於均勻的那個 波色氣體來說 它最後也會是n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算這個pair 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它可以定義為這個 這個 先 少掉 就是 當你這個 先拔掉 拔掉在x的地方的那個例子之後 我們想要知道它的那個 這個在x'的number density 是做什麼 那你會發現它 值跟兩個的差距有關 不會跟 跟那個 不會跟哪一個是x 哪一個是x' 那個 有關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掉換的話 這兩個掉換 就是你把它順序換一換的話 不掉出一堆delta 我們掉出一堆delta 那 只有當x等於x'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 x不等於x'的話 那 那 最後四值 那它順序就可以換回去 那注意 對於波神來說 那個 對分明來說 對兩個 a的一個掉換 對分明來說 a的一個 i a的一個 g 會等於 負的 a的一個 i 然後 a的一個 兩個交換 前面是g 後面是i 就是對分明來說 那對波神來說呢 就沒有差 所以波神來說相對簡單一點 然後 如果沒有的話也是一樣 然後 同理 那 唯一有差別是什麼 唯一有差別是交換關係 交換關係 所以 交換關係一樣嘛 那兩個相相 那個 你這個 先 先這個的話 就調數n加1 所以 只有當這個 delta ig 會是一樣的時候 所以對分明來說 他兩個交換 本來就會多一個負號 所以你直接相加 他就會消掉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樣 然後 對於分明來說 波神來說是這樣 他會等於delta ig 對 你那個 你最後要相減 然後可是他本來就是多一個負號 所以對分明來說 我們其實波神來說 其實是 對波神來說是 這個 上面是加 下面是減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波神的 性質 好 所以波神的性質 一樣我們就把它全部展開 那這個的話就很簡單 所以總共有四個根號V 寫在這裡 那四個傢伙 四個傢伙 所以我們就照差他的符號 他的符號是怎樣呢 他的符號是 這個 KK'QQ' 所以 V2 算C 然後Sigma KK'QQ' 然後 Exponential 然後 負 I K'X 這個是來自於什麼 這來自於那個 剛才那四個TEN的那個 最後 所以我們要算的其實是 Average of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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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個要拿掉一個例子 拿掉一個例子 拿掉一個例子 然後這邊也要拿 前面也要拿掉一個例子 然後去看他的Number answer 所以應該拿掉 好 那中間是撇號 那旁邊沒有撇號 那所以說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看他的順序 他第一個是 對應到K 然後 他就到順序 所以是KQQ'K' KQ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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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嗎 這樣好像不對 因為有撇號的 沒有這樣這樣對 好 我們就到他的順序 好 KQQ' QQ' 好 所以這是EIKX 然後這是負的 所以 最後面這個應該就是正的 所以是I K 然後這邊沒有撇號 所以這邊是X 可是這邊有撇號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邊是Q的話 所以是正的 是負的 好 所以是I 然後Q 然後這邊有撇號 所以是這樣 然後這邊也有撇號 所以是這樣 然後這邊是正的 然後是QQ' 所以這樣 好 這個就是我們四個要的 那這四個要的剩下的是什麼 Average of A A A 然後中 前面兩個是這個 後面兩個沒有這個 然後呢 這邊就變成 K Q Q' K' 所以 這樣的話就是 KQQ' K' 好 那這個你會怎麼做 這個 tun你會怎麼做 你要把它弄成跟Navaphrade有關 不然你這樣弄不出來 是兩個 所以我們可以來討論兩個 現在我們可以分情況來討論 第一個情況是 有沒有可能 K的Q的QQQQQ的QQQQQQ 有沒有可能 有啊有可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之前 Fermion的時候 把这个情况留掉 那bossom我们确说有本 因为全部一样的话 就会出现ak square这个东西 ak square是0 但是对bossom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分成 四个都一样 k 等于q 等于q' 等于k' 这四个都一样 接着我们可以 接着一定要一升一面 看可以吗 一定要一升一面 所以一升一面的话呢 这个k 等于k' 或者然后q 等于q' 这样才会一升一面 我们假设没有 不是全部都一样 所以这是j 好 然后另外一个情形呢 它是k 等于q' 然后 k 等于q' 然后 这个 q 等于k' 好 所以上面这个情形 我们先讨论 上面这个情形 它就会变成 average of 这个 a k deg a k deg a k a k deg 那这个四个都一样 可是 它好像还是不好做 对不对 因为两个deg都在前面 你弄不出 跟nobloppy 可是其实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做 大家这边会出现四个 我们要看哦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弄成这个delta 如果你只是弄成这个的话 然后 这前面会有两个称 这个前面会有两个称 那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好了 好 那剩下两个怎么做呢 剩下两个的话呢 剩下两个的话呢 就是前面是ak嘛 所以我们就照抄就好了 这边就变成 a deg k 然后a deg q 那你最后到底是stimension的话 你就从两个变数 变成 从四个变数变两个变数 所以这个就变成a 因为q等qpart 所以就变成q 我这边就变成ak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去 我们现在回去 我们发现呢 这四个加红 它这边可以变成 拆开来拆成三个t 第一个t是全部都一样的 这全部都一样就只要一个k就好 然后变成 a deg 他既然这全部都一样 他就全销灌嘛 全销灌 他就变成1嘛 所以就变成a rige 这个ak 这个 我这两个要撇号 要撇号吗 我先这样 撇号是来自于x 所以其实有没有撇号 不要撇号 好 所以 所以这个 跟写成四个都一样 然后这四个都是k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哎 然后你想想嘛 这个代表什么 这会掉出n of k 加1 n of k加1 这个丢下去会掉出n of k加1 然后这个再丢下去 又会掉出n of k加1 n of k加2 k加1加1 这个n of k加2 所以这 这是两个 然后 同理这个也会变一样 所以最后他就变成 根号 这个是加2 n号nk加1nk加2 我在讲 应该对吧 所以他就变成 他这一个tun 最后一个tun 应该就会变成这个 好 那他他一开始有做 做一下 化解 就变成 这个 我这样讲有没有错 因为他就丢下来 应该会变成 那phi是怎样 我错了 因为phi不是那个动量 那么简单 他不是塞在那个动量那么简单 因为他phi是怎样啦 他是phi是 对不对 他现在用动量去表示 所以他现在是塞在动量空间 所以 好我们就做完这个tun 下面的tun我们下个再做 这个tun是 这个tun上后就全部都弄完了 会变成 nk square-nk 那跟这个会是一样吗 好像不对 因为他变成nk square加3k加2 这样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错在哪里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 你觉得错在哪里 我觉得 我错了 这个nk不是夹 这个是掉nk 所以第一次会掉nk 第二次会掉nk-1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变化了 超简单的 这个第一次会掉根号nk 然后这一次 再作用一次会变成nk-1 然后 以写大力 然后这个也会掉nk乘nk-1 所以这个其实就变成 全部差掉 就变成 sigma k 乘以nk-1 其实就这样就很简单 以写大力 好那 这个超简单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算这个 好 那剩下两个呢 其实 大同小异 那因为你弄不出nk-1 可是你这个掉k的话会掉出nk 然后你这个掉的话会掉 nq 因为 k不等于q 所以 所以 你会掉出nk然后掉出nq 然后再弄一次 他又增加一个 那这一次的话 因为你现在k已经决定不等于q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什么data的问题 所以这nq就直接丢进去 nk会掉出什么 nq会掉出 这nq丢进去然后nq再丢一次 他会变成nq 所以会变成nq 然后这两个也是一样 会变成nk 所以这个出来就是nq乘nk 的根号 没有根号 而已 所以他就变成这个样子 nq乘nk 然后同理这个也是会变成这个 跟顺序没关 因为你k已经不等于q了 k已经不等于q了 所以你可以随意交换 那就会变成nk乘nq 所以首先 你就这个 就变成 这个是我们刚才 导出的第3个特点 然后这边就直接成nk nq 这个特别简单 很特别简单 然后呢可是前面就比较难 前面就比较难 所以前面你要把这4个 把它修改一下 所以要变成 k q 然后你要分两个去探讨 所以第1个会是 第1个会是这个 exponential 然后 我们先把i提出来 然后现在你是k等于q k等于q k等于q q等于q 所以k等于k 是这样 所以这会变成 -x k 然后 - k等于k' 没错 n等于k' 所以这两个都是x 两个都是x的话 会出现什么 两个都是k 两个都是k 所以就变成0 同意两个都是q 所以这两个也变成0 所以 这也会消掉吗 我偷看一下 呃 对这也会消掉 就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个是e 但是你这个 e-delta kq 要留下来为什么 因为 这个到时候要用到 这前面e的没有用到 可是kq用 当然你可以把它先拆开成三项 不过我们就把它留着 因为 你是分成k等于q和k不等于q 所以你前面要 乘以1乘以 减掉k delta kq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1乘以减掉delta kq 给在这里 好 那k跟sigma 其实就粘在一起 所以 然后 嘿 然后 那个 其实对关子来说 对对 对Boss来说 通常 通常会有很多个字 所以这个sigma 不一定是1 不一定是0 会有更多 所以 1减掉delta kq 就先留着 然后你分成两个 第一个就是1 乘以谁呢 乘以这个 average of a k 那它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顺序 它总是会等于 a n k a n q 总是会等于这个 它就等于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交换 那这个时候呢 exponation就会留着 这个时候是k等于q' 所以会有一个是x 一个是k' 所以会变成i 然后负k x 然后负 然后正 q' 诶 然后 正k x' 这是第1个 这是这两个顺序 相效 这两个顺序相效 那这两个顺序相效 它会变成什么呢 i 然后 负qx' 然后 正qx 好然后这个又可以再化解 这个又会等于什么呢 exponation i 那就可以把x-x' 把它提出来 x-x' 乘以左边是 这个负k 然后乘以右边是 x-x' 是正q 所以就变成这个 好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形成这个 好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相当简单了 首先我们先 这个就 加加减减 这个就加而已 所以我们就不要管它 然后这个e 提出来之后 它会有这两个顺序 那这两个顺序的话 有办法加吗 好像 好像 好 如果只有一个sumation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顺序 提出来的话 这个顺序 它就只剩下一个k 这个时候k就有点q 那就变 对 所以这个会贡献到什么 会贡献到 1 加1 然后nk square 因为你现在是k k等q的提款奇数 就是-2 -2nk square 然后这个是等于 nk square sigma k 然后减掉sigma nk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两个 所以合起来是-1 在这 然后 然后这个和这个 我们已经算完了 然后剩这个 然后就是 这个是-sigma nk 这个躲到哪 这个 这个我不要确认什么 好 那 再来 这个 然后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那这个tm会变什么 这个tm会变成 这个 就是 Sigma kq 然后这个 那最后你得出来是一定要留的这个 一定要留的这个 那k-q的话要怎么做呢 nk nq 然后你要average 已经average1 所以 那 对然后你这个又可以拆成两个tm 这个tm跟这个tm黏在一起 会变成这个tm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干掉 所以只剩下 sigma kq exponential 然后-i k-q 然后 nk nq 这样 这个留下来 好 那这个我们就还不知道 那 你会发现它是dummy variable 因为k和k完全是对称 所以你可以把它 寫成这样子 所以它就等 这一个 这是dummy variable 你可以把它两个相乘 然后再取 平凡 那为什么可以绝对值 因为它总是 总是它是一个负数嘛 可是 可是当你 好你是 两个共和啦 你是 这个乘以它的共和 假装这个里面的东西是i 所以这个东西是i的绝对值 的平凡 但是也会等于i i bar 你会注意到这两个分别是两个共和的东西相乘 然后你会变成这个 然后就变成average 那所以说我们已经全部算完了 然后 然后这个t 这个t星星 就跑到这里 然后 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诶 然后这边有一个嘛 所以这两个 然后变成一个负的 变成一个负的 那一个负的它躲到哪里 躲到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 就躲到这里 所以就化简成这个 然后这一个 然后n²是传来的 因为krq是达米的 是独立的 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average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算出来是什么 我们算出来是正比 正比于g 所以我们就来看g的主度讲怎样 g你化简一下就得到 你就得到这个 那这个的话 你还可以 再化简 如果 假设所有boson都是在 在p0里面 所有boson在p0里面 那大家都会变成 n of grand state 就变成n0 所以 n²会变成n0² 然后呢这个 这个大家 他 大家都走 这个只要上一个嘛 就是k等于k0的时候 在k等于k0的时候 就是集地位的时候 大家都全部都跑到 boson Einstein 所以你就只要加一个 所以这个就变成n 然后这个k就变成k0 变成k0 然后x a 对 然后假算我们可以总是可以做一个 变化因为k nearly0 所以这个可以 给他改成1 所以他就变成 v1分之 sigma v1分之sigma n² 然后这个也是n² 所以这边有两个n² 这边有两个n² 然后这个就变成 nn-1 所以这个是第3个特点 那这个是第2个特点 因为这个要平方 所以会变成v1分之n平方 这个特点会变成 v1分之大n的平方 所以说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 t goes to 0 表现 大d goes to 0 就boss signed that contestation 大家都会塞在那里 而且会变成这个特点 然后 我们这个先不要看 我们就直接看 我们发现 跟 分别人不同的事 分别人会震荡 那个 bossom不会震荡 它bill distribution 就是越远 它 不会有 暴力 不相容缘力 使得它靠近的时候 反而关联增加 它越靠近的话 它还是 它那个 它越远的话 关联越 越近的话呢 它 它 它关联趋近于 关联趋近于 呃 越远的话就 g 会趋近于2 不是为什么 这是对关联函数 对关联函数 所以这个可能要重新要诠释一下 反正 呃 我们只知道它会 它无论多远的话 对关联也会趋近于 好 这个要怎么诠释 因为它不是算关联函数 而是算对关联函数 所以这个我们下次来讨论说 图会长这样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你记得那个Fermium的图长这样 是不是 Decay到0 我猜是这样 然后Decay到0 对 从某一个最高值然后Decay到0 所以这个 Botions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可以吧 那我们 所以那我再回顾一下 那我们那个 猴子脸那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继续做下去啊 猴子脸 首先你要做是猴子脸 然后接着 你要判断什么时候出现猴子脸 就找出那个灵界的现象 灵界的那个 质量 然后 然后 猴子脸 他他这个 然后我们 改这个方法式 改这个方法式 他这个是周期 他这个是边界条 那个边边是0 我们把它弄成一圈 然后这个方法式也可以改 改成有阻力 阻力的话 一只Decay 或者你可以加一个有那个 外加的那个 输入input 震荡 我就参考这个程式 你可以回去改 或者 或者我去改 好 你应该会看吧 你应该会看吧 至少你可以改一下 注射条件 好啦我会看啦 我会看 好好 然后我继续说话 把那个 Mathematica改成 开始 好 好 好 sounds goo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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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